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白玉兰奖已经拉开帷幕 各大奖项的网络投票结果也已经尘埃落定 狂飙虽然没有上心 但话题热度和讨论度不属任何一部未试剧 最终的两位男主张义和张颂文 也都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 比较尴尬的是狂飙的男二号张颂文凭借高启强一决 一举拿下了13万的投票支持 比剧中的男一号张颂领先了将近4万票 张颂跟其他几位市地候选人的投票总和加起来 才能够勉强和张颂文持平 去年凭借人世间中周炳坤一决获奖无数的雷佳音 在白玉兰的网络投票中 只拿下了不到1万的投票支持率 不过白玉兰世帝不是完全依靠民选来颁奖的 网络投票只能作为初选的一个参考依据 最终谁获奖还需要看评委的意思 这次白玉兰世帝入围的其他几位男演员 虽然在流量方面不及张颂文 可在演技方面 个个都是业内外公认的演技派 实力不容小觑 第二名 张颂入围作品《狂飙》 张颂的粉丝有句话确实没有说错 安心拿奖了 粉丝自然开心 证明张颂在《狂飙》中的演技 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没拿奖 粉丝也觉得没啥 毕竟张颂在电视电影圈 都已经拿过最佳男主角的奖项了 第三名 胡歌 入围作品《县委大院》 虽然胡歌的票数不及狂飙中的两位男主 但是县委大院是上情剧 而且是CCTV1首播的证据 胡歌的角色人设也更适合拿奖 还有一点 胡歌是上海人 白玉兰奖向来偏袒上海籍演员 这点相信观众也是有目共睹 如今的胡歌曝光率并不高 去年也只有一部县委大院播出 但是依旧能够提名白玉兰 可见其影响力 第四名 雷佳音 入围作品《人世间》 狂飙是2023热度最高的剧 《人世间》是2022热度最高的剧 白玉兰之前 雷佳音已经凭借《人世间》拿下了 精英奖最佳男主和澳门国际电视节 最佳男主 而且雷佳音的观众缘也很好 当年演了一个男小三 结果比男一号近东还受欢迎 第五名 郭晶飞 作品对手 郭晶飞不管是入围作品 还是演技方面 跟前面几位都还差一点点 观众最喜欢他的时候 应该是都挺好理的苏明成 而且对手开播是2021年 距今已经快两年 所以这次郭晶飞大概率还是陪跑 六 辛伯清 作品《人世间》 辛伯清缺的就是一个机会 他的演技在这几位男演员中 丝毫不差 甚至名列前茅 从网友统计的票数上看 辛伯清的票数很低 只能说辛伯清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个爆火的机会 从提名来看 不管谁最终得奖 都不算有黑幕 不过从网络投票结果来看 大众可能最希望张颂文得奖 毕竟他的年龄最大 成名也最晚 在很多网友的眼中 拿了几次影帝的张艺 这次在狂标里表现的 确实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感觉 首先前半部没有把警察小伙子的那种 刚劲演出来 一切是顺着现在的年龄演出来的 缺少了招替 前半场和后半场的区别只是把头发染白了 但张艺没有张宋文火 个人认为和演员的演技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的演技都很棒 我分析有以下原因 首先就是人设 按照以往影视剧普遍人物设定 男主都是英雄的形象 很刚很硬 最后历经了艰难险阻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才扳倒了黑恶势力 显然安心这个角色没有这样的设定 他既没有让人非常崇拜的那种 扫黑除恶的英雄的点 也没有让人非常心疼或者感动的点 而高启强之所以能火 因为一开始就获得了大家的同情 高启强一开始很老实本分 被恶人欺负敢于反抗 第二个 高启强是整部剧最大的黑老大 但是没有一个情节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 给人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仗义的一面 他对弟弟妹妹很好 他很爱大嫂 他懂得感恩 安心帮过他 安心一直找他麻烦 但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安心的念头 反而还希望自己的妹妹和他走到一起 显然他内心是分得清的 家人是家人 他是他 所以看完整部剧个人感觉 不像是扫黑除恶的剧情 反倒有点像穷苦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集团老大的励志故事 朋友们有同感吗 但大众眼里的好东西未必是好东西 就好像街上流行的口水歌 非要把一个反派写的多层次 多立体就不脸谱化 在最新的投票上 张颂文已经遥遥领先了 之所以大家觉得张颂文演的比张艺好 是因为张颂文的作品不多 猛然觉得眼前一亮 但这样的双男主戏 但凡有一个人接不住 这个下其实就砸了 我认为张艺扮演的安心是最真实最成功的 英雄人物也有缺点和真实的一面 如果太英姿飒爽 反而不真实了 这才是反映了做人真实的一面 这是他高明的体现 我觉得张艺演的没毛病 很到位 他本来塑造的就是一个小警察 性格内向城府不深 很轴 他都表现得很到位 但高启强这个角色更有张力 跨度更大 所以这个变化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注意而已 张颂文演的出彩不等于张艺演的失败 毕竟安心的角色并不好演 表演二十多岁年龄的安心 总不能够让小鲜肉演员来演吧 再说 与四十岁以后的安心衔接不上 不能太调剔张艺的演技 本身正面角色就不好表现 演过了可能是伪君子 演不到位不出彩 碾压不住其他的演员 而之前认识张颂文的不多 所以他的出现弥补了大家心中 中青年一代戏骨的空白 这也是张颂文走红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 即便是张颂文获奖 虽然也是实至名归 但真的用不着去贬低张艺 互相成全才有了狂雕的火热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